主料,南瓜400克,糯米面200克,辅量,非芝麻,花生酱,色拉油,糖,奶粉20克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把南瓜切成小块,蒸锅上放上一块干净的白布,把南瓜放在蒸锅上,盖上盖子蒸,南瓜蒸好了,放在盆中凉透,在凉透的南瓜中,放入糯米面和奶粉,面肉的软硬式中, 把面弄成大小差不多的团,拿起一个面团开点,放入适量的化生酱,把面包起,把包成团的面再次开点,把开点的小饼蘸满芝麻备用,锅中放入油,烧到五成热,放入饼,中火炸熟,烹炼技巧,饼在油锅中飘起就说明熟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